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大为林淼淼的父亲 很多家长都过于重视孩子的分数 但分数其实并不是评价孩子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 我认为正直善良和良好的品格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放在第一位 于其逼着他一门心思死读书 不如鼓励他们去探索一下更多的兴趣爱好 让他们从自身需求出发 从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上去找到学习的方法 逐渐把学习这件事当成一种自觉自主的习惯 从而慢慢培养学习的感觉 找到感觉了成绩和分数自然就上来了 五十八分 爸 淼淼淼 不是 你听我解释 这成绩你多好意思 我说成绩他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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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